也就是詹森林說 現在法務部表示多數民意反對廢死 只要跟民意有關 就絕對要和民意妥協嗎 會要依循民意而捨棄大法官自己 所認為的憲法價值嗎 大法官不能與民意有衝突嗎 他說法務部一再的訴諸民意 他不對於有人形容大法官做解釋 要向領導管協樂團時背對民意 這一點來評論 但大法官曾經很明白的跟民意不同 分別做出了同性婚姻 通姦除罪化 及有責配偶易得請求裁判離婚等 三號解釋 請問為何法務部都在死刑 這個案例上一直在訴諸民意呢 希望憲法法庭要讓步呢 那這個網友炸鍋了 就說你是像牧師一樣嗎 要服務上帝 還有說還有人講說 那誰來制衡大法官 我只能說司法沒有死刑 當權者要小心 那今天我看到強哥羅志強也是呢 你大法官是上帝嗎 兩格 剛剛趙阿康也這樣講 我跟你講啊 剛剛我們鄭元兄提的第一個問題啊 說中華民國憲法有憲法以來 那都沒有都在執行史信啊 那前面大家都違憲是不是啊 所以這一點我代表這個大法官會來回答我們鄭元兄 就是因為現在有蔡英文這樣的總統 有詹森林這樣的大法官 所以他們決定這個時候來做這件事 合理的解釋 我講白了啦 以前憲法法庭也辯論過這個問題啊 三次都拒絕 對啊 那這次怎麼又來了 就蔡英文以為他可以幹成嘛 我跟你講白了啦 因為那個同婚修法的時候 我剛好是司法委員會 我全程都在現場 那時候的召委 那時候召委就是油美女 那油美女 通過同婚修法的時候 直接跟總統府連線 如果不是蔡英文當總統 同婚會修那麼快嗎 甚至本來還要對那個 毒品管制 就有關大麻辣 有一些比較輕微的毒品管制 要有更寬容的修法 誰主導的 孤立雄跟油美女 都同一掛啦 許忠麗 當那個司法院院長 他們都是同一掛 可是我跟你講 同婚我是贊成的 同婚你牽涉到的是 人家有一些是DNA決定 對啊 他就是同婚 他是同志 那他是爭取建立家庭的權利 有一群人是蠻可憐的啦 那甚至認為說修法沒過他要自殺 他是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你這是為誰負責啊 你是在幫死刑法院變成戶 然後那個李念祖我更覺得很離奇 李念祖是代表那個死刑法院的 律師代表發言啊 然後他第一句就說 沒有人有資格結束別人的生命 對不起你在辯護的37個人 都結束了別人的生命 那你在幫這37個人辯護 然後又有人說 我們要避免誤判的風險 他們一直在講這個 對不對 那這37個人我跟你講 至少有32個人是100%確定的啦 都沒有最正上的疑慮 他現在完全都是給你用那個司法程序 在那邊賺賺賺賺賺賺賺 那誤判我們也來看機率嘛 機率是什麼程度嘛 那你的絕對價值就是誤判一個 上帝不允許是不是 那那麼多人被殺 他的家屬就在那邊怨恨傷心一輩子 那這個不是另外一種機率啊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鄭元兄喔 鄭元兄我跟你講 他們要引述哪一個條文啊 說人民有生存權啊 人民有殺人權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他的解讀是人民有殺人權啊 真的聽不下去 人民有強奸殺人 而且這個死刑廢死這個問題啊 事實上我們現在輪到政治學者說話 是是是 我們政治學是做過研究的啊 後來人家就發現廢死的國家 都是基督教國家 那中南美洲為什麼多啊 天主教 對 菲律賓為什麼廢死 天主教 你去看亞洲有哪一個國家廢死 那伊斯蘭就不用講了 就是日本韓國到現在都沒有廢死 為什麼 因為人家對這個 美國也不是全部都廢死 對就是也不是所有的州都廢死 對啊 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嘛 沒有那麼絕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是一種意識形態嘛 就是只有上帝人決定生死嘛 那可是這一群人剛好拿到了司法跟立法的主導權嘛 他就把他的意志強加 就變成這個樣子嘛 所以這裡有一些問題嘛 就是 你台灣也沒有跟基督教有特別淵源啊 韓國的基督徒是35% 我們台灣不到10% 結果 如果 竟然大法官總統司法院長都剛好是這種人 那你就知道我們大法官是怎麼任命的嘛 你就知道蔡英文偏愛哪一些人來當大法官嘛 因為這些人就是他任命的嘛 那當時民進黨一黨獨大 就全部通過了嘛 我還看到大法官有人出來講啊 他說我們也是民意啊 說我們通過立法院的同意權啊 他叫什麼民意 他就說立法院同意權 嗯 他們講這個 當然不是嘛 這處叫政治學者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 憲法法庭做出這個解釋啊 三個月後要決定 七月嘛 對 這個就考驗賴清德啦 你這麼認為你可以這樣幹 我不相信賴清德影響不了大法官啊 我不相信 你連NCC委員都可以影響 那假如真的通過 我認為立法院就要選擇對抗 立法院才是最高的民意啊 對 沒錯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由 我跟你講 連同婚啊 我們那個時候做同婚的民調 大概是55 45 差不多 這個是28耶 對 對 你20要對抗80 你還說你最大 甚至不只80更多 是嗎 我還看到一個84的 對 好 那同婚好歹是45比55 對 而且國民黨那時候也有人出來支持嘛 是 對不對 而且最後也是立法院通過的 也不是你啊 對啊 你講話囂張成這樣 以為你通過了大家都要照辦 立法院招數多得很啊 我認為第一個就是立法院要選擇對抗 一個二八的東西 你一小撮大法官就要決定 台灣一定要這樣做 你是什麼東西啊 立法院選擇對抗 然後立法院 到時候再來看一下這個僵局怎麼解 兩院的僵局交由公投決定嘛 那大家來公投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立法院要表現出 他代表最高民意的膽識啦 你就要公開表示反對 我沒有照辦的理由 那個當時 大法官會議也通過了那個同婚嘛 說不讓人家登記是違憲你記不記得 那也是乖乖的送到立法院來審啊 立法院這些都是有民意基礎的委員們 不可能站在民意的對立面直接對幹吧 同婚 事實上就差點沒過 事實上那個時候也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辯論嘛 對 那後來是因為國民黨也有一些人支持嘛 所以後來就通過了啊 那你這種二八的民意 你還說你一定要過 你是誰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國民黨黨團就直接做個決議就是你反對 那你做到立法院大家看著辦法 就這樣了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煉包設計啊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